酥脆的法国面包包着猪肉 香菜 小黄瓜 这可是越南民众日常的小点心 越南属于农业国家有着深层的米食文化 用糯米 芭蕉 绿豆和猪肉 裹着竹叶绑成长形的越南粽子 更是越南年节美食 里面的食材是糯米 绿豆 猪三层肉 主要是这些食材 因为我们越南是农业国家 是以稻米为主食 所以我们会运用自己的国家有的东西 就会当它一个代表的国家的食物 就是过年一定要吃的一个食物 四川人吃辣 新住民特地空运四川当地的辣味食材来到台湾 做出川味麻辣凉面 手工擀面的上海生煎包 蕴藏着令人怀念的家乡味 是从四川就是本地买那个麻辣的油 在辣椒都是全部都从内地过来 就是买这个面是台湾的面是不错啦 不过就是全部手工我们自己就是做的 黄豆芽小豆芽下去凉拌的 放香油啦一些醋啦 就是都是反正都是从四川那边过来调味料 冬粉鸡蛋还有韭菜又放猪肉下去 很高兴政府给我们这一个机会 让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好吃的嘴尖包分享给大家 民店居民在用称后必吃的甜点之一 泡鲁达 就是用黑糯米 西谷米 面包 椰浆等多种配料果冻 调配而成的特色甜点 新住民族群在异乡落地生根 透过嘉宁华活动进行美食文化的交流 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这场活动的话是全国性的东西 而且在这个地方 所有国界的来这边就是一家人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也一直融合他们 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八方元在推广的 就是在这个区块 所以只要有这种活动 我们一定请他们出来 所以今天的出现的话 我们就会有好多国籍的姐妹们都在这边 其实有缘能够相聚在一起 我们台湾很珍惜这一份 所以在我们在移民署 跟我们运动场这个活动里面 整个都在为这方面在推广 我就很感慨 很感谢 很感动他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像我们今年的话因为摊位有限 所以我们摊位就有越南摊位 还有缅甸的摊位 当然我们这些目前在推广 异国的一些民俗 所以是我们的越南舞蹈 所以我们今天就带了 越南舞蹈会来这边表演 所有的摊位开动 让我们的所有的 基隆的市民来品尝美食 好 我们开动 在开动的号令一下 参与践行活动的民众 勇进活动现场 每个摊位都排着长长的人龙 就为了一堵异国小吃的美味 体育总会在基隆市 办理的新著名践行活动 让新著名走出户外 进行多元化的文化交流 这个新著名的美食嘉南繁卫非常有意思 集合了菲律宾 泰国 印尼 好多的新著名来办这个嘉南繁卫 让所有的游客去选 看他喜欢吃什么东西 给他们回味他们的美味 不一样的文化 不一样的风情 这样的话对我们台湾 对他非常一种感恩 他们不但 不但把他们亲民好友 亲民好友跟他们宣传 宣传我们台湾的热情 友情又友谊 他一定会回气身 把亲民好友把他宣传 台湾是一个美丽的宝岛 我想今天非常高兴 市应候争取这个教育部体育署 来补助台湾体育总会 在我们基隆举办这样的新著名美食 嘉年华以及践行的活动 那今天在场的天气非常好 那事实上我们也欢迎说 这样的活动让新住民 跟我们本地的市民好朋友 能够多多的交流 因为现在新住民的人口 在台湾比例越来越高了 那我们希望更多的新住民 走出来 跟台湾的主流社会 能够融合在一起 让台湾这个多元社会的概念 能够持续走下去 台上一国的舞蹈表演 让活动热闹非凡 一场践行活动 融入了多元化的元素 让民众享受不一样的活动饗宴 现场每个摊位准备200份的小吃 让民众体验多元化的文化风格 让参加的民众觉得不许此行 很开心 太幸福了 因为没有吃过这么美味的食物 今天天气很凉爽 走这个路刚好很适合大家 全家人一起来 又有的玩又有的吃 又有表演可以看 很不错 赞 今天活动真的很热闹 大家都很快乐 而且这个活动非常好 而且要持续办下去 因为太多人想参加这一种 又可以跟新住民这些 了解他们的民族生活 这非常好的活动 一国美味都不错 每个口味都不一样 蛮好吃的 这事实上是蛮困难的 为什么 因为大部分 你便没有这样的机会 管道能够接触 所以我们认为 举办这样的活动 就是让很多的市民好朋友 更能够知道有哪一些一国美食 你看现场那么多人 在市场拍摄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大家最近知道这些时候都很新鲜 都很新奇 对新住民朋友来讲 可是他家乡很传统很习惯的食物 那我也希望这些食物 未来也可以在台湾 餐桌上 或者我们随时都可以吃到 这个良好的餐点 难得的好天气 在疫情的趋缓下 民众走出户外享受阳光 享受美食 运动健身还能报得大奖 这是一举素得 今天的活动 让我感觉很温馨 而且很健康 在这种的天气之下 走得很舒服 然后大家也很有规律 又能够吃到这么多的美食 真的很谢谢 我们本来就很喜欢健行 我觉得大家能够这样一起健行 真的是很幸福的感觉 在边走边聊天 然后又可以拿到很棒的礼物 觉得很幸福 感觉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 那希望那个政府能够持续办下去 那也希望大家都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 我们基隆是很漂亮 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来 基隆来游玩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景点 就和平岛啊 然后那个彩色屋啊 都很漂亮 草津公园这边也是很漂亮 然后希望大家都那个 一起来共享政局 也不错 那个欢欢口味 不然我们在台湾的话 要吃到越南印尼的话 当然现在也有啦 可是在这个地方的话可以 印尼越南还有广东四川的 还可以看表演 觉得不错 今天天气天空又作美 你看这种天气没有太阳 哇就很舒服 走起来就很舒服 全国新著名美食 在基隆朝静公园展开 吸引了上千民众 把现场挤到水泄不通 一场进行活动 也对多元化的社会 注入了一股新暖流 中家新闻基隆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